亲爱的弟兄姊妹,储妹平安 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无教饼 因为我们都是家庭进行剥饼 所以呢面粉很少一点就可以了 我准备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多少 但是就相对来说够做两到三个饼就行 然后这个面粉呢我们加水 水和面粉的比例大概就是2比1 两份的面粉,一份的水 然后呢用筷子把它搅拌成絮状 就是像这样有很多的小团 也有一些少许的燕粉在里面 然后接下来就用手来盛搓它 可以用力的碾压 使这个面成团 同时把附着在盆上的这些面粉 全部都粘到这个面团里面来 大家在选面粉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包装上 这个面粉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就是纯粹的小麦面粉 因为有的面粉它是里面加了酵母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要避开这一点 好,大家看现在就是 把整了一个团 然后可以放到桌子上 然后放在桌子上 继续的揉搓它 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 我建议是提前做 然后把这个面团呢放在冰箱里 放一两个小时 这样呢它的整体的面团会更加的均匀 然后出来顶的这个形也更好成形 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好,这就是刚刚揉搓成的团 然后我今天提前两个小时 做了另一个面团 我把它放在盒子里保鲜盒 然后在冰箱里面放了两个小时 这样子就能够看到这个面 开起来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就用这个已经 放了两个小时的这个面团 给大家做接下来的环节 其实只需要很小的一小块 可能就鸡蛋黄这么大 然后把它放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薄皮 因为这个面会有点粘手 建议弟兄姊妹可以放一点干面粉在旁边 在擀的过程当中 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让它更均匀 可以不停地进行翻转 擀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擀到比我们平时 小吃皮还要薄 边擀边摸你就能够摸出来哪些地方厚 哪些地方薄 厚的地方再补补一下 我今天给大家示范的地方呢 它是因为是用微波炉把它弄熟 所以我会擀得特别薄 如果家里面没有微波炉的弟兄姊妹 那就用平底锅 或者是其他的煎锅都可以 醒锅的面呢 即便是擀的薄 它也不会擀破 所以它的这个劲道 韧性都会更强一些 弟兄姊妹看一下 这个厚薄 就比纸厚一些 但是确实很薄了 然后一般呃 教我的准备是呃 要给他呃 建议我给他有一个 更规则的形状 家里面普通的杯子就可以 马克杯或者是都行 然后把这个杯子放在面边的中央 为了防止压的不规则 大家可以用小刀沿着这个杯口的边缘 把它割一下 这样出来的饼 为非常的圆 规则 人家做的时候 呃 用点小心思 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畏 我们的神是完美无瑕的 所以预表他身体的饼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的 尽量的完美一点 这样的话 把这个面皮拉开 准取中间的这个圆形部分 刚才我可能有点用力了 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 刺头的话 要么把它剧掉 或者是把它 这样推一推就粘进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饼的形状 但是呢我会建议弟兄姊妹们 同时多做两块 因为担心在 煎熟的这个过程当中 饼有破裂 或者是说有意外情况发生 比如说胶啊 怎样 所以我会接下来再做几块 好弟兄姊妹们请看 我做了三个饼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到 微波炉里面 把它给烤熟 呃 做这个环节的时候呢 呃 大家看到我这里有两个盘子 然后还有一个碗 呃 盘子 呃 拿一个 然后 用那个厨房纸 盘子一定要保证是干燥的 然后厨房纸 呃 把它呃 拿一块饼 包在里面 呃 因为怕它会粘 所以呢 建议大家 上下都把它 弄些面粉 像这样 然后 然后纸盖上 盖上了以后 我们还要 用呃 多一些的担心纸 呃 这个纸的作用呢 主要是吸收水分 这样呃 出来的饼 才会脆 呃 当然弟兄姊妹们 如果是自己在家里 剥饼的话 其实呃 压情 呃 没有这么高 呃 但是如果是要带到教会里 弟兄们一起 剥饼的话 最好是脆一点 就容易压碎 呃 这样弄好了以后 再拿一个盘子 压在上面 呃 这样的话呢 就保证这个饼不会变形 也不会产生气泡 呃 这样之后呢 我会再另外再加上三个 呃 碗 这样的目的也是为了给它一个重量 呃 这样弄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放入微波炉里面 呃 我做了几次 我的经验就是呃 六十秒左右的话 它应该是不会产生糊的 这个呃 痕迹 呃 我们所以我上来的第一次 我会呃 在外部炉上调六十秒 然后后面我会呃 十秒十秒的增加 呃 在六十秒论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如果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水分 出来的话 就换一些干燥的纸 那接下来我先把它放入微波炉 呃 为第一个六十秒 好 在这呢 我再说一下 就是 我们家的微波炉 我不知道怎么弄中火 呃 高火还是 呃 小火 所以它就是一个默认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呃 就是呃 计时的 我给它弄一个 呃 六十秒 呃 所以呢 大家第一次的话 呃 如果没有错过 我建议在微波炉里面 先弄个三十秒 因为我不确定你们微波炉的 呃 这个功率是多大的 而且它这个火是什么火 呃 呃 我呢 在家里尝试几次以后 我其实可以先弄六十秒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担心 你们上来就弄六十秒 如果火力太大的话 它会焦掉 好 第一个六十秒 好 已经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种子面能够看得出来 我这个纸已经是湿的了 就是呃 有很大的潮气 然后这个盘子旁边 也都是出现了水雾 对 这说明就是饼里面的水分 呃 已经被烤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 呃 有很多潮气的纸 把它拿开 然后大家可以小心的打开这个纸 给看到我们里面的饼 呃 刚才我们割的时候旁边有一些毛边 那正好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摸一下它 如果它很脆 很容易 剥落 就说明好了 如果还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能要把它重新再放进去 再烤十秒 因为每一次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显示我这个六十秒我就已经可以了 因为我剥这个饼边的话已经发出了很脆的声音 你们可以听一下 对 嗯 很感谢主 等一下这个我今天可能擀的比较薄 那这个六十秒它就已经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饼的这个 呃 整个的一个过程 呃 建议弟兄姊妹多做 呃 两块 嗯 当然也呃 如果不带走的话 做一块也是可以的 就是为了防止有意外情况发生 嗯 好 这样一块饼 这个已经做好了 嗯 因为它现在还有热度 所以 可能现在呃 搓的话 它没有那么寸 要等它冷却了以后 就是回到呃 室温 然后它就可以呃 搓了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好 呃 这个饼冷的差不多了 然后呃 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 呃 一起来敬拜祝 在主面前认罪为感 领煮的饼 会煮的杯 然后这个是 百分之百的葡萄汁 呃 是在Costco买的 它就是一个呃 是两瓶 嗯 分别是一点八点 一点八九十 所以呃 有这样两瓶的话呃 应该可以呃 坚持挺长时间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打开了以后 要在差不多十天之内 要把它喝完 比如说准备 如果呃 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的话 就可以去Costco买这个葡萄汁 呃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试一下这个饼 呃 大家能听到这个脆脆的声音 但是感觉起来手上的这个锅的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肉 呃 我刚才应该就是在呃弄了十个秒二十秒这个样子 呃 但是基本上已经呃成功了 这里才卸住 呃 这个呢就是一个呃 白饼的整个的一个呃 演示呃 求助祝福大家 好 弟兄姊妹们 我刚才用微波炉用了六十秒 我会建议加十秒二十秒 然后我又选了另一块 我们用平底锅 我现在用的是中火 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效果 嗯 进入锅里它会出现卷边的呃现象 所以呢大家就要不时的要翻它呃 呃如果有呃那种工具可以压着它 在身上我们家没有 这个可能就没有微波炉时间来的呃快速 摸起来还是很潮 但是对于没有微波炉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煎锅或者是平底锅 应该都可以 但是煎的过程当中 一个要保证不要让它糊掉 第二个呢 不要让它破裂 手要特别的轻 大家看中间已经出现了气泡 但是就随它 只要现在这个饼体还是很柔软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会儿 我们可以把火再调的再小一点 因为锅的本身的热度已经很高了 呃再越来越变大 随着温度增加 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烫到手 我现在也是用筷子再翻转 差不多五分钟 这个饼肯定就熟了 也许不是那么脆 但是把它放在旁边放凉了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是在家里面 锅饼经验煮 呃人数相对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呃只需要把它掰开 稍微用点力气也没有关系 煎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这个是用平底锅煎出来的饼的样子 除了有气泡 别的没有什么问题 好这样我们把这块饼 呃放在盘子里上 好弟兄姊妹 这个是用平底锅煎出来的饼 在边缘稍微有一点点裂 但呃整体还没有破 刚才那个气泡的地方 气已经走 呃我们试一下 看看这个能不能掰开 是不是会脆 嗯 大家看我按下去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立刻就碎掉 但是呃因为我们在家的话 大家可以就这样把它掰开 呃 嗯 一家人 就可以 领生餐了 呃 目前就是这个样子 呃 教主借着掰饼 然后呃 让我们的生命 它好而为一 更加的亲近 感谢赞美主 我们